主席刚刚今天去看爸爸吗 今天下午跟这个律师在这个办公室大概有谈了一些什么 接下来这个 这个明天出门再来谈吧 晚间十点民主党主席柯文哲戴着口罩回到新一路住家 被问到北剑已提出抗告 心情看来相当无奈 最快明天就会有新的才识 会不会有可能说你担心又要再去看家庭 在回家之前 其实柯文哲整天都在台坡大楼办公 到有晚间五点 柯文哲为人律师郑声援进入办公室 再度拖着银色行李箱出来时 已是晚上八点 经过三个小时的时间谈了什么 疑似就在为北剑提出抗告 进行沙盘推演 受到抗告的理由书在 可以的话再次度说明 那刚刚有跟主席讨论你整个沙盘推演的过程吗 我们会讨论本案的问题 觉得会被捕回还是说会再重新开机啊 我们就等候高院把关的裁定好不好 面对询问律师保守回应 柯文哲随后也驱车离开 但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前往台大医院探望父亲 约一个小时后才返回家中 若二度开机压停 柯文哲能否全身而退 简便都有不能输的压力 在可能的法律攻防战之前 唯有父亲让他放不下心 东森新闻之中心综合报道 批复